我們就在10月26號這一場 史無前例中天換照聽證會 那麼在當天8個半小時 NCC的表現 不管是不是慘不忍睹 反正是有目共睹就對了 在批判聲中 現在NCE說可以下個星期來補考 中天有補考的機會 我們看到下個星期 其實也就是最快 最快時間的下週三 就是例行的委員會 還是會邀請中天來到現場 說明中天的代表 那麼同時因為中天之前 有提到4名鑑定人 可是你要注意 因為這不是聽證會了 所以他們不是鑑定人 他們是專家學者的身分出席 中天提出了這4位 政大傳播學院的副教授 關上人 還有前通訊NCC 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委員翁曉怡 還有現在政大廣告系教授 鄭自榮以及南華大學社科院院長張玉亮 但是他們可能是以專家學者的身分來出席 而非鑑定人 還有我特別提到了 這個是例行的委員會 委員會不是聽證會 所以在現場 像聽證會它最起碼是 可以全程網路直播的 但是委員會沒有 它就是一個閉門會議 它可以錄影錄音 但是它不會最後提供逐次稿 它只提供會議摘要 所以就是說讓中天有補陳述的機會 那麼首先我要請教高教授 這場補考 他表面上是對中天來說要補考 因為說中天在上一次的聽證會 有八項議題沒有釐清 沒有闡述清楚 所以中天要再來說明清楚 可是另外一方面 這個補考難不成 也是對NCC自己想要頒回一程 是對自己補考吧 我想在講這個議題之前 我講一個美國的案例 稍微用幾分鐘 那麼美國哈佛大學 有個法學院教授叫德蕭韋奇 他這個人是蘇聯時代 曾經唯一到過蘇聯打過官司的 營救了一個以色列的間諜 所以他是前五古人 後五來著 在蘇聯時期 那麼三四十年前有一部電影 叫《申喉龍》 這個申喉龍是一個 哈佛大學歷史系的學生 為了籌學會去拍的 很轟動 後來想要在圖書館裡面放映 結果就被隔壁的射尖 把他舉發為公然猥褻 那麼他就請到 這個蕭韋奇教授幫他辯論 當然那個憲法修正案 已經有修正過了 公然猥褻事實上有兩個前提 一 你是被壓迫的 第二個給不該看的人看 所以其中的工坊之間 其實非常漂亮 因為電視上節目關係 我不好講太多 但是也就是說 其實在整個工坊上 蕭韋奇教授是完全站上方 可是最後他是判敗訴 後來憲法法庭在兩年後 把他扳回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法官的太太 是保守的天主教教徒 所以基於這個保守派天主教徒的餘律 所以憲法法庭推翻了 所以後來我們這個 AVP有這麼多放行 跟這個深喉嚨這部有關係 這是第一個段子 第二個段子就隔幾年之後 因為他是靠憲法法庭偏凡 那麼邁阿密的Long Beach 就是海邊有一個怪咖 常常去海邊溜鳥 嚇了很多女士 結果有人就可以告他 說也是公然猥褻 那麼這個怪咖出庭的時候 他也不曉得什麼方式 找到哈佛大學的這個 蕭韋奇教授來幫他辯論 他就想靠他自己的能力 再搬回一城 可是這裡面發生一個問題 這個人出庭的時候 他不穿上衣 然後穿著一個肉身的 米黃色的長褲 就跟皮膚很像 然後他的下褲褲褲的地方 化了一個牛的繩子氣 特別大 他氣了那個法官 那個法官還是黑人的女性 所以蕭韋奇教授認為說 糟糕 他這樣穿 我這一場又要輸掉了 連輸兩場 對他來講 這是很大的打擊 可是美國的法院 有個不成文的傳統 他不是一個法律的建制 就是說當事人如果沒有問你說 我這樣穿好不好 你不能去告訴他說 你這樣穿會影響到我的 打官司的這個成敗 不可以 好 他都沒有提 反正他就接受說 你就這樣穿出庭 到第三次 這個怪咖終於問說 蕭教授 你看我這樣穿 有沒有公然猥褻 這個蕭教授人家就是專業 又幽默 他說沒有 你這樣穿沒有公然猥褻 可是你這樣穿違法的美國商標法 宣傳不實以內容不符 這個還會判刑 他一聽糟糕了 他趕緊第三庭就穿西裝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規矩 他不是法律 他是傳統 他的這個他都不敢跨過去 換言之一就是說 人家是這麼有文化傳統的 一個這麼修養這麼好的人 那你行政院 你們NCC你都在自欽說 一 我沒有干涉 第二個 我們委員會的人說 我某某人 我可以不避避 你看美國法院 對孫霍龍這個判決 他因為他的太太是 保守了天主教徒 他就憲法法庭就還他公道 也就是說你官座越大 你案子越大 你迴避原則要越強 你今天不管怎麼去講 中天八個原則 我們今天假如是我個人 我還是跟柯文哲市長講的一樣 我們是維護憲法的原則 支不支持中天 那不是道義原則 那是憲法原則 也就是說你今天補考這個問題 說中天沒有那個八項 其實很簡單 柯文哲講說 你選什麼人 結果就已經定了 你基本上就已經 把這個事情給定案了 你只是要渡悠悠之口說 我也相信我辦第二次 給他申訴的機會 其實答案認可不認可 是他在講也不是中天在講 中天的蔡總已經都出面了 那麼你想他當天問泰董說 你有沒有干涉什麼 你有沒有干涉什麼 我覺得蔡總有一個神來之筆的回應說 我這樣講你要相信嗎 其實這個就是他自己對自己的補考 好 我們稍後回到新聞現場繼續討論 近10月26號中天換照聽證會之後 NCC說了在最快下個星期 要給中天補考機會 讓中天代表可以補充說明 好 那麼時間最快是下星期三的 例行委員會 所以我要這邊特別強調 這個是委員會跟聽證會就不一樣 那麼同時他們也接受 中天提出的四名 但是我們一開始是講鑑定人 但這不是鑑定人了 可能就是用專家學者的身分與會 當然整起會議也是閉門會議 跟上一次的聽證會是截然不同 好 說到了 如果這是一場補考的話 我們先看到這場補考公平嗎 韓冰 老實講 我昨天本來以為是 同樣就是一樣是這種開放式的 對 一樣的規格 然後所以這個還算是NCC 自己的補考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表現太爛 有人很不滿意 所以他們要重新再演一次 不然的話 這個任務沒有辦法交代 可是現在我覺得 他們真的很絕 就是直接叫你們推薦 這所謂四個白 你們希望他們來當鑑定人的 結果現在變成所謂的 學者專家意見表達 而且還是個閉門會議 我想請教一下 這到底有什麼意義嗎 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而且最後公布的 可能就只有會議摘要 因為你現在看 都會發生什麼情形 我們在聽證會上面的時候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七個鑑定人口徑一次 好像一個媽生出來的 然後全部劈發 都講同樣的話 然後講完就回家了 或是主持人如何連環套 現在你好 就算中天這四個人 他們全部都OK 因為他們現在說正在聯絡 對 四個人他都邀請去了 去了之後他們講什麼 那天掏耳朵 掏耳朵 喝咖啡 我根本不想聽 那又怎樣 你想想看那一天 可是觀眾看不到 對啊 我跟你講 這就是更糟的地方 因為至少在聽證會的時候 大概全台灣的觀眾都看到了 那個主席每天就是駁回 駁回 再駁回 五分鐘上個廁所要駁回 然後中天的代理員講什麼東西 他們全部不聽 全部都當作沒聽到 明明他們現在找你們再去的理由是說 因為八大一批 你們沒有回答很完全 可是錯了 為什麼錯了 明明我那天就聽到 你們有在回答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什麼你知道 問題他們聽不懂 因為他們不夠專業 他們連編審視幹什麼的都不知道 人家明明在解釋給你聽 我們的運作方式是怎樣 可是這些沒有帶過電視台 他不了解電視運作的環境 他不了解正常 到底應該怎麼去處理 所以他們都用自己的想像 去到那邊 然後結果人家一解釋給他聽 他傻了 他聽不懂 所以乾脆五個先落跑 因為聽不下去坐在那邊發呆 也不是辦法 所以你開放式的會議都已經這樣的 現在如果變閉門會議 你覺得會有什麼結果 就只是浪費大家的時間而已 就只是讓NCC能夠對外宣稱說 你看中天的要求我都有做了 我不是沒有做 我是很公正客觀 然後結束 所以我覺得如果只是 這樣的一個東西的話 又是一個過場 對 我必須說 我乾脆建議你們乾脆不要去 因為去了也是白搭 浪費所有人的時間 律師是這樣嗎 是真的不要去嗎 因為你知道嗎 NCC昨天是說是中天 誤把聽證會當成法庭攻防 所以是我們偏離了 八項議題的範圍 但中天要說的是 聽證會本身應該也就是 具有法律效益 沒錯 其實你既然是要讓中天能夠說明 他本來就有點像攻防 中天一定是會去抗辯 原本你NCC認為的有問題 或是你建建人認為的有問題 結果他覺得像法庭攻防 難道中天要說你說的都對嗎 你NCC都對嗎 當然不是 其實我們覺得 從NCC開始審查 中天換照這件事情 原本應該是一個很例行性 正常性的程序 可是從這個頭到尾這樣演下來 反而越看越不正常 首先第一個就正常 如果我們今天要審照 時間到了6年換照 是不是提供我們的審查 未來6年我們要怎麼營運 然後這些計畫來跟NCC說明 可是NCC開了史前 充滿沒有的潛力 14年來第一次開聽證會 我們第一個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正常審照 為什麼要開聽證會 因為外界傳聞 可能不會給你執照 好像印證了外界傳聞 所以開了一個聽證會 來審慎思考要不要換照給你 所以其實當開這個聽證會 就已經讓大家覺得 你是不是有一些先入為主的概念 否則不需要開一個特別的程序 再加上這個程序裡面 還找了鑑定人 好 不管如何 我們從法律面來講 依照行政程序法 的確你可以找鑑定人 你可以開聽證會 那你目的就是要讓中天能夠陳述 可是我們卻在這個主持人的 主持過程當中 不斷的看到阻止中天陳述 你不用再講了 我們希望可以多講一點時間 不用了 看起來鑑定人陳述時間 主持人陳述時間 通通是你該怎麼暢所欲言 然後等到這個聽證會結束再說 我想要你說的你都沒有說清楚 再來給我補考吧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聽證會 好好的讓中天講完就好 為什麼還要再弄一個補考 好 我們只好換一個角度想 顯然你在這個聽證會的程序 是因為讓民眾看到了整個過程 或讓其他的人看到整個過程 都覺得不可思議 都覺得難以接受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你今天 後面你今天審照的結果是 你要繼續核發給中天執照 你其實也不用擔心 這個聽證會的過程 有多麼難看或怎麼樣 因為最後就是順利結束了 可是你為什麼現在開始 又要叫中天來補考 因為你後面可能要做 另外一個不同的處分 而這個處分中天一定要抵抗 所以你擔心將來走到法院去 或許法院會認為 你這個行政程序有很多瑕疵 所以你要來做補證 我們這個一般法律人看著 就覺得越看越奇怪了 如果你真的正常的一個審照 就NCC直接找中天來 問一問 審一審 其實就結束了 辦了一個聽證會 聽證會辦完也該結束 還沒結束 再來一個補考 你不就越看越明顯 你已經先畫好把了 你已經準備要讓他沒有辦法 核發新的執照了 所以不斷的在做補證的這些動作嗎 我們看起來就像是一個 為將來訴訟工房所做的一切準備 希望讓你的程序看起來很合法 所以你最後不合法執照的時候 法院也應該支持你NCC 我們看起來變成是這個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再講 這個NCC的補考 這個補考過程 現在邀請四位專家學者去做說明 我們也很納悶 你不是是希望中天把他未來營運 這些細節沒有講清楚的 去跟你說明嗎 你現在又找這四位去說什麼 應該要找中天自己說明就好 為什麼還需要四位專家去說明 而且這個說明 因為又是一個閉門會議 所以也只能說給你NCC的委員聽 也不是說給我們這些社會大眾聽 這個過程是不是又讓我們看起來 像是補正這些程序 看起來好像我有讓你講 你被我剥掉的鑑定人 我也讓你講 我NCC很公正 所以我最後不合法給你執照 你應該都符合法律程序 我們看起來變成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假設你今天本來就很公正 這些其實都是多的 可是你今天就是前提 讓已經有不公正的狀況 所以後面不斷一直補一直補一補 讓大家越看越覺得不公正 越來越奇怪 所以我們真的會覺得說 這一次這樣子的省照風波 如果假設這些程序 透過NCC這樣子的去處理 我相信走到法院去 真的很多的瑕疵跟漏洞 不是NCC現在用這種方式能夠補齊的 所以不用